感恩南无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 感恩尊敬的卢君洪台长 1966年属马 请台长帮我丈夫看一下 胜 2011年胜出现问题 几几年属什么的 1966年属马 又胜不好 已经这个 做那个 做那个叫什么 已经 已经这个右肾啊 已经不能工作了 就是像人家做那个叫 医学讲叫什么 对对对 透析透析了 对对对 对对对台长 我告诉你 右肾不好 左肾也不好 而且他的腰椎也不好 对对 说得太对了台长 我告诉你 他还有一个毛病 你要叫他特别当心 他前列腺也不好 小便多 对特别多 精彩小便 往上 你要叫他当心 他的心脏也不是太好 胸闷气急 对对 台长说得太对了 你这个老公呢 人不错 年轻的时候呢 做了些不如理不如法的事情 今天呢 你不要让未听 台长看到 你不叫我不讲 我也 要讲出来 没关系吧 他过去有一个 有一个女朋友 跟他好得不得了的 做错事情了 听得懂吗 听得懂吗 所以你们不要叫我看 看了我停不下来 怎么办 可以一下 他呢 要去 他现在几岁啊 五十一岁 颈椎也不好 关节也不好 对对 脚天天痛 每一天都痛 他就掉头发 五十一是吧 他有些麻烦的 他那个肾可能保不住 他可能要拿掉一个肾 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 所以 你现在叫他吃全素 就是 吃了不了 嗯 还没有 没有吃素还 叫他赶快吃全素了 好好 没办法 他这个肾根本血进不去 我现在看他 没办法 对对 肩膀肩膀又不好 这里脖子还酸痛 你问他呀 你身都痛 现在天天这里痛 那里痛 颈椎也不好 年轻的时候 太活药了 现在你想叫我给他看什么 往后输的 颗子不高 眼睛蛮大 他说什么 对对对 我脖不好 看见不了 给他念八十六张小房子 好吧 好 念完之后我可以叫他再来看你的 如果他离开你身体 你的坚持一下 你的肾脏 看看有没有恢复的可能 现在有一些麻烦 我觉得你不应该偷袭这么多 这么多这么厉害的 实际上你是有一些 就是说吃荤的 因为你停不下来 你的整个的肾脏已经在病毒下 已经开始慢慢的在腐烂 所以我告诉你就是这个问题 你要记住了 一个肾还能活的 问题不大的 跟肝不一样 肝如果割掉了 这个人就完了 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 心脏还有 所以他不会死掉的 他死死不掉的 我看他 当然肝师父 他大概五十七岁 五十七岁的时候有一个官 蛮大的 如果五十七岁不当心 真的要死了 还要忏悔 明白了吗 明白 一个女的吗 跟他好得不得了 还有一个 一般的 但是呢 哎 真的是 他觉得他很有魅力啊 你听得懂吗 你这个人呢 自己活该 你又不好好管住他 对 管不了 不是管不了 有时自己管不好 鼓掌 好了 把那个婆婆把它操肚掉 然后你们家里有一个灵性 在你们家进门的右手边 进门的右手边 一个像储床室一样的 是不是那边有个鞋柜了 右边 对 长得来 对 听得懂吗 听得懂 一个地方理干净 拿布把它盖起来 一个地方经常有灵性进来的 好吗 好好 明白明白 师傅 其他没怎么 家里佛台倒是设了一个 就台长我想问一下 因为他就是医生是安排 7月4号就是想给他胜移植 这个需不需要 人家的胜是吧 就是医生是安排给他换 我看看 他几几年属什么的 1966年属马 胜移植是吧 7月份 7月4号 可以 可以 可以一直 这个肾脏蛮好的 感谢师傅 感谢师傅 真的真的 我讲给你听 第一次就找他了 这个肾脏是个女的 不是男的的肾脏 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 不过肾脏装上去之后 以后会娘娘腔 好了 还有什么问题啊 没有了 谢谢感恩感恩 好好地念经听得懂吗 他要不是好好学佛的话 我肯定不救他的 我可以告诉你 刚刚你 已经把你加持过了 你胜移植会很顺利的 好了 师傅感恩 南无大师大悲观 师傅感恩